什麼預期啦 就是覺得說這首歌其實在這段期間可能給大家一些感動 那希望可以把這種東西繼續 這樣的感動繼續延續下去 我覺得我最榮幸的就是 因為我算是金曲獎新的 包括舒嬅還有其他的作詞獎入圍者都是金曲獎的常客 那名字可以跟這些大師們一起列在這個入圍名單裡面 其實是我這輩子最大的榮幸 好 我來回答這個問題 這個麥克風很高 好 OK 我們看到橘色的手袋 上面有瘦的一路平然 其實就是我們這張專輯的精神 橘色 代表人越來越開心 越來越正向 我的CD上面的顏色就是這個 所以也是我們整個團隊代表的含義這樣 所以今天就帶著手袋來出席這個盛會 有看到丘陵嗎 其實這個披肩就是代表我的先生 他跟著我們一起來一起在這個盛會裡面參加 我沒想到他耶 就是這些歌詞 這些其實都是丘陵老師的詞的作品的詞的名字 所以其實是很多 這只是一小小部分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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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